因为听人说如果有些比较化学的味道 或者比较不适合猫的宠物的味道 都会影响脑部或中枢神经 那就不好了 我发觉当晚喷了在枕头里面再睡 尤其是在陌生的环境 当晚就觉得我睡得很舒服 Hello 又到Rabium Surprise 今天和我介绍些什么 就是介绍一些关于香的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香味的东西 例如之前我也介绍过一些香水 但今天我想和大家介绍一下 一些在家可以用到的香薰 甚至令自己舒服 不如我们现在先介绍一些环境的香 我今天就介绍这一款在采风行买的香薰牌子 它属于一些小浓缩 你倒入香薰的瓶里面 然后就要靠这些藤枝 就会散播一些香的 我今天这个里面 就是一些叫做 白色的味道 这种香味 我发现男同类都比较喜欢 一般人都比较大众接受 而且入到家也不会觉得特别俗 甚至是很人工的味道 这种是很舒服的味道 又有点淡淡的 好像微微的爽身粉的香味 我都觉得它很耐用 我就买了两瓶 这就是当然第二种味道 倒进去之后 如果你的家里有好几个瓶 你可以放在厕所 放在家的厅 放在房间 整个家里都会有一种 留着一种很香的味道 很舒服的 另外其实我平时都很喜欢点蠟燭的 第一就是 点蠟燭是即时可以将家里的 那个比较烟烟酱气的味道 立即得到一些很清新的味道 我之前也买了很多不同的香薰蠟燭 但因为现在我就养了猫 我就开始点蠟燭这些味道的时候 都会有一点特别的关注 只要给一些是猫猫都可以闻 因为听人说 如果有一些比较化学的味道 或者比较不适合猫的宠物的味道 都会影响脑部或中枢神经 那就不好了 所以我特意去了这一间 专业给予宠物的香薰 其实它里面的成分 多数都是舒缓的 而且这些香薰 舒缓得猫 其实我自己闻完也很舒服 这一种都是西班牙牌子 不过是香港网店 我也觉得 好啊 现在特别在它 它自己活动的环境里面 我觉得也可以碰一些 让它整个家里抗香 但是又可以以猫又可以适合用的香薰 好了 现在就介绍这种 近年很多人都会很喜欢 一销一些叫性木的 有树尾草 或者好像这种叫秘鲁性木 其实有什么用呢 其实我最初都是看到 那个外形吸引 我这个是一间 属于专买很多天然有机店的 叫Slowwood 买的 我看到一包它就说明是在秘鲁尼的一些木条 那怎么做呢 怎么用呢 它都写在这里了 就用来做淨化 甚至是可以伸心灵 可以令到你舒缓一些的压力 焦虑 甚至都可以当然 辟一些的臭味 甚至有人说过 可以辟一些邪气 通常我们怎么种呢 譬如假设你回到家 有人就会回到家 即是你一天很累了 回到家 那一刻不如点一点 通常你点一轮 它烧着了 它大约10个秒左右 它应该你见到它有点点 开始焦焦的 或者有点火了 哇 那你在这边拌 那你当然可以烧来一点 看你自己的时间 一路有这些烟出 在这边闻 其实就可以静化你深深 身心灵的 有人说过 就会将你 譬如那天 即是在家 公司可能很累 有很多人可能 评击你 或者你觉得 心情很烦恋的时候 那你回到家 立刻静化自己 甚至你可以做一些打坐 或者静观 再闻着这些香氛 这些味 都会令到你立刻 会平静下来的 那也有很多人 将这些一路点住 就去做一些 种缚 或者瑜伽 一些冥想的 一些治疗都有的 那如果当然 纯粹是觉得 我家里觉得自己的空气 不是很混浊 或者什么的 那纯粹是 辟一下味 那其实我觉得 这个都很快有这个效果 我自己也有些熟悉一些香氛的精油 那当然 就是香氛精油 其实我们尽量都会建议大家 去选一些 就是100% 顺正的一些精油 那 那因为 至于精油 其实因为它是高浓度 那所以 都要很小心去用的 那我有时 就会用 很少的分量 可能一两滴 就放在一些 矿香木里面 甚至一些矿香石道 那因为一般 我都会有两种情况 会用香氛油的 一看就是想舒缓 一种就是想提神 那提神的有时 就是可能是早上了 哇 就是开始 因为我自己 在家里有时对着电脑工作 那就是想醒一醒的时候 甚至空气比较运略的时候 我都会喜欢一些 叫做 好像这个伐手金 它都会比较清新和醒露 那另外就是说 另外一种舒缓 舒缓我都比较大路一些 都是比较大家熟悉的分衣草 事实上分衣草真的挺满能的 而且我觉得味道 真的比较容易接受 睡之前 或者你开始看一些小说 或者听音乐的时候 去闻着这些味道 将自己慢慢放松 都容易一些 可以进入你的安眠状态 亦都会睡得会好一点 当然了 你睡得好一点 由于搞这么多东西我才睡 那未必会不会觉得 我搞这么多东西我不想 其实也有另一个选择 就是一些叫做 香氛的噴霧 这种噴霧 都是我早几年突然认识到 原来 噴一些香氛的噴霧 在枕头 都挺盛行的 之前很多间的牌子都有出的 亦都之前因为去过一个 staycation 他送了一支小的板给我试 我发觉那晚 噴在枕头里面再睡 尤其是在陌生的环境 那晚就觉得 既然我睡得很舒服 而且浸味真的令到很舒缓 睡了一个很漂亮的觉 然后我就去了这间店铺 就去买这一支 专程噴在枕头的 一些叫做香氛 枕头的舒缓的噴霧 每晚噴 很快就在你上床之前 噴一噴的枕头 那你就会觉得 啊 真是很清新 甚至有时 说真的 家里也会有 有些噴霧 或者室内的话 其实都会令到你 觉得那晚 没有了那些味道 而是有一些很香的味 去陪着你睡觉 令到你睡一个很好的觉 好了 那我今天也介绍了一些 由环境 至到一些新心灵的 有贴身的香氛的味道给大家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香氛 或者你们一些方法 令到自己舒缓呢 你都可以分享给我的 如果大家都喜欢这条片 都不妨like comment 和subscribe 甚至订阅我们的channel 那希望之后 都介绍多些片给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